要是我的狗的话 我直接就是 揍他 这啥时候能拔王呀 飞哥 下雨了 我去给你拿把嗓 哎 当老板真不容易啊 飞哥这下雨天小狗怎么活动啊 他们有自己的室内空间 飞哥这小狗在家里遍一天不难受吗 经常乱叫怎么办呀 前一阵狼狂那边 一只小狗在家乱叫 被邻居投毒了 这有事怎么办呀 狗的废叫 走吧 带你去看看 哎呦 我去这门留这么小 飞哥 你这门咋留这么小啊 这是给狗用的 又不是给狗用的 为什么在咱们这寄养的狗 都这么安静 好多人养狗啊 因为出现飞叫问题 这里面主要原因在人身上 不是在狗身上 我先给你做几个错误示范啊 你比如说 鱼头 它就有什么习惯呢 看见人走了 或者是一时半会看不见人 它就开始叫 很多人 就感觉这是分离交易症 其实我告诉你啊 其实狗狗呢 分离交易症和控制欲望 是两种非常相似的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吧 如果一只小狗 它的控制欲望很强 当你离开它的视线的时候 它就通过各种方式 想要让你再重新回来 狗一叫人就出现 过去以后给点吃的 拍拍它 或者是给点玩具 给它玩 OK 那这种情况下 那狗狗呢就知道 只要它叫 就会得到奖励 OK 慢慢的这个恶性情况就形成了 那咱们这个正确的 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在叫的时候 咱们先判断 它是不是想要排便 是不是饿 如果它不吃东西 又不想要排便 那这个情况 我们基本判断为 它就想要得到人的关注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下一步了 非叫的时候 我们要 最简单最笨的方式 就是我不管它 让它自己叫 什么时候安静了 什么时候我再过去 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没有耐心的话 怎么办 我教你 比如说 我离开了 它在叫是不是 我会拿一个瓶子 偷偷的在它没有 注意到我的情况下 扔过去 这个作用是什么 打断它的吠叫行为 OK 这种情况不能连续用啊 不能说我一天跟个十回八回的 就没用了 偶尔用个两三次 没事 接下来很关键的一步 是当它安静下来 在那很老实的趴着的时候 我们过去 跟它玩一会 奖励它 这个时候的奖励的 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 它会记住当下它的状态 它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得到的奖励 飞哥你讲的太麻烦了 我没那耐心 要是我的狗算话 我直接就是 揍它 揍它你得有点啊 不排除 有些人他训狗的时候就是 一顿揍就听话了 甚至于他抓住了点 这就是这狗小的时候 你揍一顿 尽管你 但是我们是不提倡这样 因为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 我们发现 其实在训小狗的时候就是 以提醒为主 奖励为福 这样的话它效果就非常好 提醒是什么呢 比如说刚才我把瓶子扔过去 或者是我把鞋子砸在笼子上 下单下 得了 它的状态就断了 接下来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让它在安静的状态下 得到奖励 OK 它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要不然你揍它一顿 人是解了气了 它知道是为什么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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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